夢露最近一直傳說台灣已經變成炸片天堂 先為國際的笑話 已經中間的台灣省政府 掌飾在中華館政府上大標榮25位 在台風點點形成的風草人物 變成強調 這才是真的台灣人的精神 希望可以將台灣好的名聲傳出去 隨成炸片堂的好名 什麼是風草人物 就是當季以來在台風點點中屬公佑華東 不求揮補的一個人 台灣省政府為了要鼓勵這項為了方向的人 特別在六年前基盤基層風草人物的標榮華東 省府主席林鎮責真有感到的表現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這才是台灣真正上美麗的風景 25位點點形成的風草人物 都保有愛心、徵重和良心點點美女 也才是真正台灣人的精神 台灣省各縣鄉鎮市裡面 每一個鄉鎮市推薦一個地方上做公益事情 完全不求回報不求名利的人 然後由鄉鎮公所去找一個最適當當民眾的表率的 把它選出來 所以這六年來我們這樣每年的頒獎裡面 每個鄉鎮市只推薦一位 所以這是地方上大家公認的地方的芳草人物 就對地方上默默貢獻 不是財團也不是有地位 但是他真正做大事情 他不是大人物但他做大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給他肯定 那鄉鎮市長跟縣長推薦到省府來 所以我們給他公開的表揚 所以說行善不可以高調 但是陽善必須高調 讓人家知道地方台灣 還有那麼多好的人 所以彰化以這一些荒草人物為榮 也是台灣以這一些默默做好事的地方人物為榮 中華館長為民國 也夠現場感謝這些 不是大人物 確實在做大事情的神心念書 希望可以引惡陽善 來建立更加上好的社會 很多人都默默在地方的社區行善 或者是做公衣的活動 或者是做一個志工 而且他們這些人就是默默的行善 所以獲得當地的上正市工作提報上來 那我們要藉這樣的一個表揚的活動 能夠讓社會更為溫馨 讓社會每個人都能夠默默的付出 賣這個照顧標用的紅草人士 也很歡樂的表是 部份立法委員在立法委員 在立法委員工人無料補負負負責 為了是強人要請求無所不騙 害人家破人夢的作品一團成員 救回台灣而已喔 其實沒辦法在到法律裡製裁 竟然感覺不可思議 只有多多行善 來施行台灣 讓國際請求是扎負負責的賀名 新章話新聞北明林 廣護蔡鳳伯德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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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